有个冷知识就在我这里不存在什么简单题 我都会回答很多 好 开始 深深冷知识第一题 你的性格像狗还是猫 两个都挺像的 猫的话就是比较宅 因为猫不喜欢不喜欢不喜欢出去嘛 就喜欢在家自己玩自己的 然后就很多时候很不喜欢跟人接触 不叫高冷 就是他可能懒得跟人接触 他觉得啊我这次就瘫着我挺舒服的 猫的一面 狗的一面就是 但是你跟自己关系好的时候 你又很亲近他 就很多时候就可能见到自己关系很好的 就会啊哈喽怎么你在这里 就突然把猫的那一面就丢掉了 猫狗都有 幸福 长久 为什么要不说这种话 深深冷知识第二题 如果变成一个幻想英雄 你想成为孙悟空还是钢铁侠呢 啊那当然是孙悟空啊 孙悟空的中文 而孙悟空很厉害耶 就是变啊或者是可以 就是他能不能闻 好像不太能闻 但是他能捂的那一方面 实在太强大了 又可以变换东西 就他可以帮到别人 而且很厉害的帮到别人 而且是很长久的一个帮到别人 啊不对 我不认识说 刚那下不好的意思 对不起 我没有那个意思 深深冷知识第三题 如果你成为男主角 你更想扮演帅气高冷的霸道总裁 还是儒雅的古代书生呢 必须要二选一吗 选不出来二选一 哎呦非要选了 选个书生吧 看那部剧觉得 哇我也好想憋成他 没有耶 哈哈哈哈哈哈 我也很有代入感 他们的剧情跟故事 但我们又想 啊我要是去演他 要演的话可以演哆啦A梦吗 哏哏 永远快乐的快乐锤 什么东西啊 深深冷知识第四题 最擅长的体育项目是什么 唱歌 我觉得唱歌是一个体育项目 我不擅长 我都快没了 累死我了 在采访之前 我在里面大概有休息 大概有几分钟嘛 平复自己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选择 我就是很懒的一个人 对但是我不提倡大家 还是要多运动 多运动健康 也不要太多运动 也会伤身 深深冷知识第五题 最近常用的自己的表情包 是哪一个 可以拿我手机给你们看吗 跟自己会成绩的表情包 嘘 真的很多 这个情绪是 这么难解读吗 观众朋友们 你觉得这个难解读吗 怎么样 留了一道题给他 这个情绪就是 这场面尴尬到我想离开 深深冷知识 今天你长知识了吗 记者李培志上海 读家采访报道